我们的国父算不算帅啊 桃园有一位计程车司机 他就梳了个西装头 再加上了他的小胡子 完全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翻版 不管是路客啊 或者是台湾乘客 都要求要跟他合照 我觉得你长得好像国父哦 大家都这么说 真的吗 这个很像耶 乘客才刚上车就兴奋的直说 问奖真的好像国父 仔细一看 这位留着平头脸上 还有小胡子的问奖大哥 还真的会让人误以为 他就是国父 同事就看到这个造型 他就说你很像国父 就这样绰号啦 就一直在 其实这位46岁的问奖 本名叫做张义耀 在桃园开计程车已经十年 认识他的人平常就叫他国父 你看这照片 他就是我们第二代的孙中山 第二代的孙中山 看看张义耀与正版国父的比较 同样都留着平头发型 两个人不论是从眼睛到高挺的鼻子 甚至是招牌小胡子 看起来都十分相似 神韵有像 那国父就写了就写了 好 很像国父 五仙五仙 常被民众叫国父 张义耀不宣传国父思想 反而常常跟乘客推广自己成功戒烟的经验 他说分享戒烟好处是现在人生最大的乐趣 下回如果你有机会搭到他的车 别忘了跟这位山寨版国父热情打声招呼 中心新闻黄主华 陈昭谷 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